Outstanding 我們來看音節 第一個音節在out 這大家都會唸的唸成out 接下來就是stand ding 唸成頂 中音節落在第二個音節 整個字 我們就唸成outstanding 那outstanding 它是一個形容詞 我們中文翻成優秀的 其實優秀的 結出的英文有很多字 我們先來看 隨便舉一個字 excellent 它的意思也是非常好的 很棒的 優秀的 結出的 叫做outstanding 那其實outstanding 這個字是從一個動詞片語 叫做stand out 突出的意思演變過來的 那我們常常在我們招會的時候 有時候要頒獎 同學都站在下面 念到你的名字 你就要站出來 是不是表示 你們班獲獎 或者是你個人獲獎的呢 那就表示你很優秀 所以stand out 站出來 就是表示你是優秀的 那我們把stand out 兩個字呢 把它對調過來變成outstand 再加上ing 就變成一個形容詞了 中文就翻成優秀的 結出的 好 我們來看例句 the outstanding writer has won high praise from readers and her new novel is selling like hotcakes 好 我們看例句 他說呢 這個非常優秀的作家呢 has won 贏得了 贏得了什麼東西呢 high praise 這個字呢 我們之前講過了 它的意思呢 就是稱讚 讚譽的意思 好 來自誰的稱讚呢 from readers 來自讀者的稱讚 and her new novel 它的新的小說呢 is selling like hotcakes 好 我們看一下 sell like hotcakes 指的就是呢 熱賣的意思 像熱蛋糕一樣的 正在賣著 好 那就是呢 熱賣 好 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就念成 outstanding 形容詞 優秀的 傑出的 一句 雖廑 把財子 搭掉